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要在国际上拥有足够分量的话语权,就必须大力发展自身军事力量。 可能许多人会说,难道发展经济注重贸易不行吗? 对此,笔者只能说,一个国家的强大虽然离不开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存在,但要知道不管在任何时候,什么年代只有综合国力强大起来了,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才会变得比较重要。 我们就拿美国来说,如果光有钱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,能够被世人称为是当今世界强国吗? 必然是不可能的。 所以国家的军事力量,对于一个国家来说,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而其中,军事代表的不单单是陆军力量那么简单,随着现代军工技术的发展,在现代战争中,主要都是依靠着科技的力量,而作为国家战略性武器的航母,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军事力量。 在二战时期,由于我国军工技术落后,即便是一架战机都难以生产出来,更不用说是可以作为国家级别的战略性武器。 但我国到二战结束后,却深知航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,为此曾多次想向世界拥有航母的国家进行购买,而通常情况下一些国家并不会将一些核心技术连同航母一同售出。 所以即便是多次向一些国家购买,但回来的航母却并没有研发价值,由此便可以看得出航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。 不过比较欣慰的是,后来在我国的不懈努力,下同俄罗斯方面达成协议,俄罗斯同意将辽宁舰出售给我国,故此我国才有了历史上第一艘航母,在辽宁舰经过翻修之后,才真正意义上算得上是我国第一艘航母。 但让人为之恼火的是,近年来美国在多方面抨击我国辽宁舰航母,是世界上最失败的航母,为此国内许多军一定不相信,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虽然美国一直以来将我国视为敌人,但从客观角度来讲,美国的一些技术领域,还是比较有限福利度的。 继美国专家讲述,首先辽宁舰的出生,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要知道辽宁舰此前宁为宝梁格号,并且本来苏联在航母技术方面优势并不如美国,再加上这艘航母是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建造的,反观目前俄罗斯手中库子聂佐夫号就可以看得出航母质量,所以在美方专家看来辽宁舰并不会太好。 尽管这一论述让我们网友无力为辽宁舰辩解,但要知道辽宁舰在到我国之后,我国可谓是对其做了里里外外的翻修,因此在笔者看来美军专家这一论述还有大声劝。 主编结于,我们承认把梁格号航母是一艘试飞的航母,但是辽宁舰绝对不是,专家趁此前辽宁舰已经很好的完成了各项任务,足以具备作战能力,好好保养它的话,至少它可以服役20年。 各位对此,有什么看法呢?本能由战情大典兵原创,未经允许,严禁转载。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